《人科動物》我們講了三個,現在第四個,Homo即是我們 那個時間性就是280萬年到現在 如果你看這個圖,就是箭嘴講的那一堆,我們會cover 大概 這個Homo那個品種大概就是左邊那個圖 一路這樣數下去,由Hepilus,Rudofensis,Orchester,Erectus,Anti-Sessor,Hydoburgensis,Leanderthal,同到Homo sapiens 那麽呢,那麽呢,好錯誤,不是一個傳一個,只不過是它存在的時間 一個是早的,其他一個,不是等於Rudofensis,Hepilus,是他的Lucas,不是的 是的,那麽就逐個講了,那最早最早Homo就是,掘出來就是2.8個million 就是這個LD3501,那就是這樣,那這些不要理的了 那麽跟著下來呢,再近一點,兩百萬,但因為它不完整,所以未曾是叫得它一個名 那麽到真是有名,第一次有名叫Homo的呢,就是Homo happiness 中文就叫做能人或者考人,爲什麽叫能人呢,因爲它懂得use and make tools 和它那個腦的capacity是大過600cc,那麽就是兩個threshold過了 那麽呢,所以是叫第一個Homo,那麽他們做的那些工具是什麽呢 就是叫做order one culture,order one culture其實就是,第一,就是經過一次剁磨,但是沒有refine 圓圓圓的,就是我們撿到都不會的,等於那塊圓圓圓的東西 有了一個tool是很重要的,就是幫助它們賺食,或者有個獵物之後怎樣劏開它,之類 那麽不好意思,我可以問一下,爲什麽600cc這麽rigid,不是應該是 550,啊 frain size or proportionate to the whole,整個 body size 不知爲什麽,其實就不是600的,是600至800 即是一般,他們做classification的時候是600至800,但是爲什麽要600至800呢 我想再要深入研究,可能600至800的腦裏裏面,那個結構呢,會做多好多事情 即是發達了,這個要… 可能它只剩下頭,它整個身體大,它不知道 亦都會,亦都會,但是很有趣的,在這裏裏面,譬如說 我發現,腦越大,那個叫做sexual dimorphism,是越細 即是男女,男女的size 如果腦越細,男女的size分別很大 很大,那為什麽呢,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我自己去找食,不用physical 智力,智力夠就不是physical 我女人一樣大都看得出鏡 那如果,就是,你要小心看,它那個叫做什麼,tempo range, height, brain size 其實這些,就是每一種,裡面的圖都有的 那它的生活的範圍,就是咖啡色那裏,非洲那裏 Homo habilis 就由骷髏骨,一邊整個樣子,就是五個樣子 亦都是,有陣子Arborio 因爲它,要面對很多,很凶惡的動物 有陣子,爬上樹,很凶惡的 那這些,那些畫家畫出來 即是,不打得都喊得,又丟下心口 那樣子,那樣子 那樣子,用石頭 那樣子,還沒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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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子,亦都是給人吃的 好了,接下來,那個叫做Rudofensis 就是老道夫人,這個兩百萬里肯瓦 那又是750cc,這個又大一點了 750cc 那又是,由骷髏骨一邊變變變變變 整個樣子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些老道夫人 那時候的大份象都不同的 那些叫做產齒象 那最近呢,有發現在南非,挖了兩百萬年 就是這樣,亦都弄了那個老母出來 就是這樣 那再跟著,Homo Augusta,象人 象人,也是這樣 那樣子 那樣子 也就是說,Brain Size 800cc 就是你看著,一邊大的 那 那,現在走出來,都像我們這樣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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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嗯 那樣子 看一下 那樣子 如果你說古人類,就要認識她的 叫Louise Leakey 就是差不多古人類學的創始人 他全家都是這樣的,他老婆也是 Mary也是這樣的,他的兒子也是這樣的 經常在非洲那裏蹲的 我不認識他,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第二個,950CC就是Homo erectus 直立人 直立人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用火 第二,做Tool slang很多 第三,Most likely會講話 他是第一個Homo 離開祖家四位遊 即是Immigrate 去到四位去 這四個 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一開始他們不知為何閃電 燒著了木頭 要搶著保護這些火 慢慢他們自己知道怎樣做到火 轉木取火 火就提供了光線、溫暖、熟食 熟食 熟食於是吃了Potein Potein這個腦肉更加大 又可以幫助他們去打獵 因為很多動物怕火 這是一個很大的開發 他們做的東西 那些叫守虎 漂亮很多 而且是Symmetric 即不單是作一邊 另外一邊 越做越漂亮 這些很Refined 這些好像是Harpoon 有齒 有飾物 有公仔 他頭950cc 大很多 因為他懂得旅行 旅行 所以去到很遠 除了非洲之外 北歐 沙特阿拉伯 一直到印度去到中國 那他住什麼呢 他還是住山洞的 或者叫Cliff Overhang 除了找火 還可以建屋 即是找到一些遺跡 最重要的他們會住到這些屋 尺寸都是標準的 即是50呎乘20呎 如果你有標準的東西 即是有language 即不是那些技巧 那些東西傳不到 那他們還是Hunter Gatherer 有時也是要打一些大的動物 那大的動物 一個人打不到的 所以要teamwork teamwork 也是一個indication 的language 做不到的 要包圍 怎樣去 打一些西牛 那 解剖學裡面說 即是說 如果要懂得說話 或者要develop language 有一種尖叫F-O-X-P-E 是不是啊 不知道 哈哈 哈哈 他們是沒有的 他們是沒有的 但是沒有 不是等於沒有 所以他說 他們說的東西 即是等於如果是汽車 他們是Ford T Model 我們是Lexus 即是我們是高級汽車 他們也有汽車 也有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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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為他沒有了這個F-O-X-P-2 就一定告訴他 他不懂得說話 這是很多人都認為是對的 那麼 Humanity 他找到一個骷髏頭 那個上下都沒有牙齒 但是他死的時候 都幾老一下 那證明呢 一定有人餵他 也都可能呢 他有病 有medic care 那即是什麼 一有Humanity 即is more than animal take care 好了 那他說他travel 他travel 就二百萬年前的時候 就四圍去的 剛才的圖都見到 那四圍去呢 亦都引伸到一件事 他們怎樣過海 那很可能就是有用船 很簡單的船 或者是獨木舟那類的東西 那現在他的Homo erectus 的fossil 在那裏找到大把 很多 那最早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Homo erectus 就是在爪蛙 在爪蛙那裏 是掘出來的 我們弟弟的讀書都有的 爪蛙人其實就是直立人 那這塊東西呢 那這塊東西呢 就在荷蘭 我特地走去看的 就是 看人只有那塊東西 沒有東西 那還有呢 不知為什麼 很多是荷蘭文來的 不懂 不懂解 Anyway 那一個 跟著呢 除了剛才那塊 就掘了很多 那大概的樣子 就是這樣 好了 Homo erectus 在中國 也都有很多 哦 最老的 北京人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 這個180萬年前 毛山人 在四川 又是Homo erectus 來的 跟著叫做黎河灣人 1.77 million 再跟著 雲南原梅人 這些 中國現在很多博物館 要掘這些東西 都有 那你為了 好 好 跟著是陝西藍田人 115萬 藍田人 跟著是北京人 75萬年 年輕 年輕 這樣 這個 這個 是不是讀匪呢 應該是 陪 陪文中 這個人很出名 是他找出來的 即是 是 古生物學家之中的 在 周口店 雞骨山 這個讀書 經常讀 挖出來 其實不只是他挖的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人 叫賈蘭波 跟著有些鬼佬 跟著 下面那個是他的 托密 來的 去挖 挖到 其實有五個主要的 這五個 全都不見了 因為 日本仔 他挖出來的時候 就打仗了 日本仔來了 交了給美國海軍陸戰隊 用火車運去天津 拿回美國 怎麼知道中途 就被日本人攔截 跟著就不知去了哪裏 現在呢 就有三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 美國佬很多拿了 你都不知 一個是日本仔拿了 一個就是我們自己也拿了 收買了 當古董 好在全部都做了 這個 這個是值得去看下的 這個是我去探親 對 那裏不是很麗的 Homo erectus 在醫洞 其餘那些是另一些古老人 還有南京湯山人 安徽和縣人 最近發現了這個女生叫Gaba Gaba 在Ethiopia Homo erectus 第一次發現在高山 是很高的 那裏是2000米 證明Homo erectus 其實生命力很強 每個都對 天氣完全不同 就是剛才那個分布那裏 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看到它的牙 它亦都有很多叫做subspecies 就是這些東西 說不太多 選幾個 這個叫Homo georgicus 就是在Georgia 格魯吉亞那裏 那裏找到的 我就去看過了 1 2 3 4 5 掛在那裏 不過沒有人看的 那個磅力館 就是這五塊東西 180萬年 那裏就做出一個樣子 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 subspecies 就是Soloensis 就是這個 就是90萬年 好了 Homo erectus 講完了 再下一點 Homo heidenbergensis 海德堡 海德堡就是Mario Lancer 那個 應該是吧 Heidenberg 是不是這個 在那裏掘到一個牙膠 因為很接近 Heidenberg就是Heidenberg 六十萬年 Bain size 跟我們差不多了 那個腦 那裏掘到這個 這個Jobon 就是1 2 0 0 cc 跟我們差不多了 他就不只是在那裏 綠色的地方都有 比較 就是比較那個Jobon Jobon 按個名字 叫Mauer Mauer Mauer German不知怎麼讀 Mauer 就是在那個地方拔出來 那塊東西 去比其餘的地方 都有這麼相似的東西 於是證明了他的活動範圍很大 那就是開頭是紫色 那跟著呢 是綠色 那跟著呢 就是黃色 那他們都是住山洞 又有燒火 又有建屋 他的工具 他開始有Sylvenire 他打獵 就是喜歡 或者打 就是好像我們釣了一條大魚 那樣就製了標本 他就拿回一些牙齒 Talon 那些有毛 綁石頭的牙齒 那時候同期的動物 他又有Subspecies Anti-Sexa Rhodesiansis 和Helmy 這三個 看看樣子 這是第一個 Anti-Sexa Anti-Sexa 就是那個側 1050CC 這個 Anti-Sexa 這個挖出來 頭頂上有一個洞 可能是一個 Cannibalism 的跡象 第二個 Rhodesensis 就是那個紅色的地方 那他的 brain size 1250CC 很近我們 第三個 Helmy 就是這個樣子 這些現在走出街 都差不多樣子 這個 Helmy Helmy 有什麼重要呢 就是 他 就是那個 Lucas of Denisovans Forensis 和Helmy Sepion 就是由他 再分 分 Speed 出來 這三種 就看一下這三種 但未看之前 Helmy Helmy 或者Helmy 人科 動物 其實三次 差不多 滅絕 在這個時間 就是一百萬年 左右 試過滅絕 那一次 剩下多少人 剩下27,160人 那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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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用 Genetic 就是 估計計 為什麽 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天氣的問題 因為 你看 右邊 那裏 你看到 那些古人類 上面 寫的就是 Homo erectus 然後一格一格一格 紅色那裏 是找不到 Fossal 不知什麽 你當他計錯了 成十 都是27,000 那麽 都是27萬 所以 變成 Gene pool 很小 即分分鐘 玩完的 但又玩不完 不知為什麽 那麽 這個是原案 講一講 那麽 那麽接下來 我們說 Helmy 分開三支 其中一支 是 Leanderthal 有一個叫 Protoleanderthal 接著 就到 真是 尼安德塔人 那這個 尼安德塔人 一般演戲 看那些 粵居人 那些 就是用尼安德塔人的 大概是 三十五萬年 至三萬年的 存在期很長的 那 就形容它是什麽呢 就是 Dum Bruto 陀杯 無盛盛 and primitive 其實是錯到離譜 錯到離譜 為什麽會這樣發生呢 就因爲 開頭掘這些化石的時候 掘到一個 一個這樣的人 很可能是有廢爐的 整條骨 都捲了 那他拿了那個做板 以爲所有都是 其實那個是exceptional 那接下來 掘到不是的 不是太遲了 那些荷里活 最終是有些怪人的 所以他拍電影 就用那個做板 那變成了我們 有一個錯誤的形象 尼安德塔人 就是這樣的怪樣 其實是不對的 那應該是對的 對什麼呢 他是很聰明的 很厲害的獵人 會做工具 Caring for the sick 有burial 這個很重要 Ceremonial burial 即是埋葬 還有很可能會說話 很可能會說話 那麼 他們為什麽滅亡呢 就是和這個Homo sapiens 可能有關係 因為Homo sapiens 就聰明了他很多 一會兒再說 這個是他的真正樣 他的活動範圍就是這樣 好了 他是一六零零的CC 很大的 那就是腳印 那他是月居 那他是很辛苦的 因為那時候剛剛 就是冰河期 世界最後一個冰河期 就是有十一萬到一萬一千 那他剛剛在那裡穿插 凍到飛起的 那是很辛苦 那還有呢 他面對的那些動物 是很兇的 那些所謂叫Cave Lion Cave Bear Wolf Hina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他們 但是他們也很厲害 他是吃長毛象的 那在他的動物 找到長毛象的牙 那些牙 他就吃Bison 就是野牛 Cave Bear 那 因為要吃這些東西 那所以 很冒險的 因為武器不是很厲害 那所以 那些呢 平均壽命 很少過四十歲 很少過四十歲 那 他們說 會做這個工具 其中包括 矛 那這些就是他的矛 就將一個石頭 放上去 那有什麼特別呢 他不是這樣綁住 他是用一種膠去黏的 那這種膠呢 就是全世界第一種 synthetic material 哇 真的厲害 是用一些 birch tree 那些石頭 拿出來 提煉 提煉 然後用一個膠 黏住它 那不是 synthetic extract 不是 它不是extract 是煲的 就是別人試 把它reverse engineer 不是就這樣拿些膠出來的 是要經過一個process 怎樣煮 又煎不 搞什麼 那另外有一些呢 有一種呢 就不是用birch 是用pine 和bee wax synthetic 是 synthetic 是 這些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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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做埋葬 有ornament 用背殼 埋葬的implication 埋葬的implication 怎麼說呢 即是有一種觀念 是 開始有religion 還有 就是 珍惜生命 雌如此類的東西 由此聯想出來的東西 這樣 很多synthetic 這就是麻鷹的爪 他們很喜歡 整個頸鏈 那些 裝飾自己 裝飾自己 很喜歡用一些蛇石 用蛇石 也說捉那些小鳥 剛才那些麻鷹 用乳巫 乳巫 這個是調飾品 那些是調飾品 這是調飾品 那些調飾品 是調飾品 就是我的 你不可以來的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 他的頭 都是跟人有些分別 因為他低很多 我們那個老哥 圓拱形的 他們不是的 這樣 這樣 他跟人類 是 跟 人類 是 一起 是存在的 那些人 有些人就說 如果他現在出現 穿了西裝 都 都 可能 有些 有些血緣 還是不知道 好 懂不懂說話 我們說Fox P2 他有 跟我們的Fox P2 exactly the same 即是懂得說 講什麼文 就不知道 懂得說 還有 又是 這個更厲害 又挖到一個 斷腳的 又盲又濃的 他又不死得 看個耳骨 A B 那腳就 他轉得更濃 還是受傷 這個不知道 你回家繼續研究 那即是 好明又是 Social Caring 或者是 有 Medical Treatment 否則 他一早死了 一早死了 OK 那 全世界 現在挖到有 300副骨頭 所以給了很多資料 那 現在有很多 重新去挖割 這些 那些圍紙 因為技術 進步了 那他們最後 最後呢 找到 就是在 Gebrotta Gebrotta那附近 有很多洞 差不多個洞 都有他的圍骨 那即是 等於是 是 是 Nianthal 的Hotel 來的 那就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有一個 叫做 Homo Longji 就是哈爾濱 那裏挖出來的 那 就1420 那CC 那就是 一個卡拉種 可能是 Nianthal 再轉去 Denisovan 之前的 一個品種 這就是他的樣子 這些不理 那 就說了三個 奧波 第一個 叫 Homo Nalidi 這個 560個CC 就不是很大 那 這個是最近 才挖出來的 一九二幾 不是 二零二幾 那 挖的時候 很控洞 很控洞 就是南非來的 因為呢 它 是在一個洞裡 裡面 有很多 這些骨頭 但是如果要去到這個洞 要爬一條 很窄很窄的 通道 那才能進去 那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不知道 所以要拿這些骨頭 就要登報紙了 要物色 色爬動月的 女士 不可以肥的 就是要很瘦 那 就 找到這一堆 嘩 這麼厲害 找到這一堆 那時候 就是 就是 電視直播的 就是 掘下去 掘下去 就掘到出來 這個樣子 男人 女人 就是 就是這樣爬下去 那 就掘到出來 那為什麼說它 這麼重要呢 就說它 這些人 金山橙這麼大的腦子 但是呢 他把很多的骨頭 擺在一個這麼隱蔽的地方 他怎麼做得到 黑漆漆的 是吧 那 就 那個 anthropologist 就說 這個是埋葬 但是 他說沒有可能埋葬 而已 這麼小一個老的人 又沒有火把 什麼都沒有 是不行的 現在 爬到現在都還爬緊 究竟是為什麼 因為 如果不是埋葬 是它跌下去的 是它跌下去的 第一 沒有這麼多負 第二 散了 第三 跌得下人 又跌得其他動物 通常都有其他動物的鞋骨 在一起 它是沒有的 只是獨孤一尾 那現在就有人說 你說那條路很窄 或者有第二條路呢 我們還沒有找到的呢 我們還沒有找到的呢 又 又或者呢 是 以後的人 以後的人 屬下去的 不是他們自己屬的 這是一個懸案 所以 只有一個知智 就是脆味 好了 他就說回那個 後裔的 Denisovan 這個是怪的 這個人 挖出來的 那個fossil 就不是很老 就37萬年了 第一次發現 就是西伯利亞的阿爾太山 發現了一隻牙 從牙開始 就一直 找到 原來有這些人的存在 是一百萬年前已經有的 而這些人 也是四處去的 去到哪裡呢 去到 Milanesia 去到澳洲 去到菲律賓 這個就是那個山洞 山洞 那就是 這不是那 Sorry 是一個finger bone 就是二那裏 是這個女士的finger bone 這樣挖出來 開始了 那就是比較 那就是她的生活 那他們都很先進 有些食物在洞裡發現 有這麼漂亮的東西 那 最主要就是他們的旅行 他們 去到的地方很廣 第一個去到Milanesia Milanesia 包括什麼 East Indonesia Fiji 和Solomon 而他們的頭髮是金色的 他們的眼睛是藍色的 這個 這個 就叫做Bron Afro 就是 捲頭髮好像非洲人 就是 零零四四在那裏 那裏 很可能是Denisovain 和其餘的人種 雲種 就下去了 很漂亮的 其餘的那些島 第二 去到菲律賓 而菲律賓之中 有一個族 叫做 Aita Aita Mabukon 他們的DNA裏有5% 5% 那是最多的 跟著下去 跟著下去 Arboriginal 又有它的DNA裏有4% 再跟著就是Tibet Tibet 再跟著下去 最怪 也可以 不要 謝謝 就是兒子 又有它的DNA裏有它DNA裏有它DNA裏 Motion 影響力就是看這個圖 Leanethyl再跟其他人混種 就上去變成現代人的 非洲、法國、漢族和Milanesian Denasofan又跟Milanesian混種 就變成了這樣的類型 另一種Homo floresiensis 這個很奇怪 這個有個花名叫Hobbert 因為是很矮的 老是很小的380 但是它存在就是9萬多年 這些人在哪裡發現呢 就是在一個島叫Floor 就是在印尼的 就是同一個島 它的大小你可以比較 現代人和它的分別 Hobbert 在這個洞 380個CC 它叫頭小到這樣的 就是跟我們比較 OK 很小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將它那個Brain Size 和它那個 那個 是 混在一起 比較 Homo sapiens 和Ostros 即是藍原 和它是小到這樣的 一顆 就是比較 一顆 這個它的特徵 這個就是島 為什麼 為什麼 有很多說法 第一個 說它是病人 就是病 變種 慢慢淘汰 第二個 說它根本就是 Homo erectus 混血 第三個就是 島嶼 insular drophism 島嶼叫什麼 drophism 就是叫做 珠如化 因為島嶼太細 就是 物質不夠 所以它唯有縮小 那有沒有證據呢 也有的 因為那個島嶼發現了一些叫Picney Elephant Picney Elephant Picney Buffalo Picney Buffalo 即是山海經有些是真 Draft Hippo Draft Hippo 那它這麼小就窄 有些叫Camoro Dragon 那些就變成很大 它不是根本大 它是我們 這些人很小 很危險的 那他們也要照顧 那在附近 在呂宋島 Luzon Anses 又發現一種 又是矮矮矮矮矮的 不過高一點 高一尺 四尺 那這個 是跟它有關係 好 接著到我們的智人 智人 智人 就是我們 智人 就是三十五萬年 真真正正 現在變成了智人 就是二萬五千年 要快些才行 四處都有 我們的 brain size 一四五零 我們 又是很喜歡旅行的 這個叫 Out of Africa 2 原本是非洲的 剛才我們說 Out of Africa 1 就是Homo Erectus 走了出去 現在這個 第二個走出去 走出去的時候 歐洲已經有人 了 Homo Erectus 去了 Heidelbergensis 尼安德佛 那些全部都在 所以它掉頭 有些去了 但大部分 就向東走 向東走 一路四處去 一路到紐西蘭 一路到美國 一路到美國 一路到澳洲 大約五萬年 去到澳洲 跟袋鼠聊天 接著就過海了 因為最後一個冰河期 是一萬多年才完 有冰河 就是水平線就會降低 很多地方變了陸地 於是有一個 Land Bridge 黏住了亞洲和北美洲 那裏那些 Homo Sapiens 就走過去了 Homo Sapiens 未走過去之前 就在白令海 Beringia 那裏 就是生活的 所以那些叫做Beringian 一路過去 過去慢慢 就是北美洲 南美洲 中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上次說的 印第安人 旅行時 已經說了 有興趣 可以回看 即是 Supatic Arctic 就變成Eskimo 就紅了 現在叫做First Nation 接著北美洲 就紅了 接著 Meso America 就是Omcmaya Totec 然後再去南美洲 Incas Mapucci 這樣下去 還有一段 還未去的 最後一段 就是出海 從台灣出發 我們上一次 在Polylicia 也有說 台灣出發 接著一部分 去了菲律賓 一路過去 就是Samoa Society Island 最東去到East Island 就是1600年 在1600年 去到 另外一支 去到紐西蘭 就是1000年 再另外一支 一路過過過 向西面 最後一個點 就是Madagascar 所以Madagascar 我們說的時候 都提過 Madagascar 原本的人 不是非洲過去的 雖然這麼近 而是在亞洲過去的 因為非洲的土人 還未曾有聰明智慧過海 直到很後期 才由非洲那裏過海 這個就是整個Homo sapiens Madagascar 那些人是 皮膚黑不黑的? 皮膚黑的? 皮膚黑的 皮膚黑的 但是現在是很雜 現在是很雜 因為有非洲人過去 因為有很多 他做過colony 因為有很多 印度人過去 雜不雜的 現在做一個比較 我們是右邊 第一個 有大有高有小 有 那些毛髮 好明白 越來越少了 Fosso 早期智人 這個在中東的 Omo River Omo River 我是去看過的 那些化石 Omo River 大例人 這些全部是 chronological 但是 記得記得 不是一個存一個 是它存在的時間 20萬年 又有馬霸人 又有馬霸人 Edatu 16萬人 這個 這個就是 Hippo的骨頭有刀痕 證明我們有殺過他 還有這些 童子人 那些人 亦都是有爭辯 亦都是有爭辯 亦都是有爭辯的 中國的 中國人 究竟是 Homo sapiens 來了中國 發展出來 還是 Homo erectus 來了之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已經來了 那種說法 就叫做 Multi regional 即不是一個地方 現在 Single 全部都是 Homo sapiens 從非洲來 全世界走 我們中國 就不贊成 我們是信 Multi regional 很大可能 就是Homo erectus 那時候 有人來了 在地區再發展 我們是這個 模特兒 再下一些 又有這些 這些 有 剛才說的第一次 延伸 九十萬年 現在這個是第二次延伸 七萬五千年 這個是很嚴重的 就是有個火山叫Toba Toba爆炸 Toba的威力 就是 就是叫做什麼 五千倍 五千倍 我們看著它爆炸 是 它是 Saint Helen爆炸的五千倍 是啊 又流出來 流出來 那 這個 就是 最小的那顆 就是 Yellowstone 爆炸 它是 N倍Yellowstone 它是最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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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 就是 死了很多很多人 差不多又是玩完了 就是不知為什麼 或者上帝 眷顧 掉頭上回來 如果不是 玩完了 但是 沒有玩完了 都有一個問題 Botoneck Genetic diversity 原本我們很多 古靈青怪 有三角有四方 有紅有紫 搞一搞 變成這樣 不是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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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下 Rivoukman 浙江人 澳洲人 高馬龍人 這個出名的 是幾發達的 在法國那裏 挖到出來的 這個是它存在的時間 有人說就是高馬龍人 接下來就是 Modern African Modern nation Modern European 這樣 這個Site有得去的 他們就做一些公仔 在澳洲山頂洞人 這些 只有一個知字 這個是有趣的 Canemic man 就是美國的 挖了出來 做一個Genetic 發覺他是什麼人 他是跟 一種叫醒文人 J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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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本哈爾人的祖先 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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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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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美國 繼續 繼續 又一次延遲 這次更近 五千至七千年前 不知為何死了很多人 有二千萬人 差不多死了 二千萬人死了一半 現在唯一想到的是自相殘殺 那時又隆巡 死了這麼多人 一個男人十七個女人 即是一個比例 一個男人十七個女人 女人多 女人多 死亡男人先 死亡男人 再來出名的 就是冰人 冰人主要是 有她的身體 她穿的衣服 戴的東西 可以知道那時候的生活情況 她是一個藥狼 自己醫治自己 她是被箭射死的 有人追求她 可能是壞人 追她 中了戰之後 跌落到那個 那裏 變成冰人 即是冰人 在香港也有 近些二千五百年 就 在香港的博物館 有看到 最特別是 她叫做 tooth ablation 她很喜歡 在那個牙 那裏 即是拔牙 覺得漂亮 尤其是門牙那裏 好了 short man 這個是在伊朗的 伊朗歷史博物館裏面 有1700萬年 她就跌了 在鹽田那裏 變成鹽葉 即是不是鹹魚 只有頭 很近 即是一路落 一路落 一路落 那這個呢 這個就更近了 4th century BC 那這個呢 是被人吊死的 因為這條繩還在那裏 這樣就變成了 好了 那講完這裏 那為什麼我們是 唯一一個 species 那時候全部都沒有了 二十幾種 都沒有了 剩下我們一種 死淨種 死淨種 真是死淨種 第一個原因 就是天氣了 天氣 起碼我們有五個冰河期 又冷又熱又冷 又冷 第二個原因 就是火山爆發 Toba那些 那些 第三個原因 就是有病毒 Pathogen 第四個原因 就是自相殘殺 而我們呢 有些特別的優勢 尤其是我們 那個communication skill 很厲害 我們又有適應能力 我們又有聰明些 之如此類 那就剩下我們 但是 其實其餘的族 族類不是死光的 不是死光的 死不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有很多 interbreeding 尤其是兩種 一種就是 另一種就是 Denisovan 就是剛剛說的 那些 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 Crossbeat Crossbeat的地點 就是這個圖 看到了 那麼 那個後果是什麼呢 後果 現在跳多一點 後果就是我們現在的人類 有他們的群 而這些群呢 是有些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來的 第一個 它叫Stat-2 那 那 就是 to bad that the gene left because he would really like to hear this one because he's immunologist 哦 ok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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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幫了我們的immune system ok 第二種 HYAL2 它是用來做什麼呢 這個 Skin Cell Repair Skin Cell Repair 第三個 這個 EPAS-1 這個厲害 這個叫做Superathlet gene 就是有了這種Gene 我們可以適應高山症 那 那 存在哪裏 存在 Tibet Tibet裏面 有一種人 叫做雪巴人 Sherpa 哦 是 所以 上山 就行的 因為 那些叫做Homoglobin 那些是靈石多的 就是 它呼吸又沒有那麼快 所以 非常之適應這個高山 Tibetan本身已經是 但是這些雪巴人更厲害 那 就益了我們 這個叫做EPAS-1 那 但是也有不好處 就是 有一些 尖未必一定會這麼好 那這個 引起另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 Definition of species 就是說 一個 species 就是 可以互相 在 適合的環境 交配之後 可以生出一個好的 species 出來的 那 如果我們可以 interbreed 其實我們 全部都是一個 species 就是 不是 好像 剛才那樣說 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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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個 後話 這些要留給專家 好 立即 cultural remain 就是我們有兩種fossal 一種biological 這些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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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麼 我們 我們 我們死了之後 被人拔了個手機 就知道有什麼事了 就是 那這些就是 那個叫做 cultural remain 那麼 由一塊 手虎 變成 手提電話 iPhone 大概是 一萬個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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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三萬年 就是 三百萬年 就是一個generation 三十年 OK 那麼 我先講那個 2 2 都是2 2 有個叫做 就是石器時代 銅器時代 鐵器時代 石器時代 又再細分 有個叫做 舊石器時代 有個叫做 是新石器時代 那麼 最容易記 總之一萬年 以後 就是現在 到現在 就叫做新石器 以前那些 全部是舊石器 是不是去到2.5 是不 relevant 可能再遠一點也未定 即是我們是 非常掘出來的東西 遲些再掘多些 總之一萬年的threshold 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 那麼 舊石器時代有分 upper middle lower 他做的事情不同 最底的那些 製造的時候 沒有那麼靚 然後再靚 然後再靚 然後再細 這些 那些 那怎樣做呢 就是通常 有一塊叫做 core stone 另外有一塊叫做 hammer stone 是這樣做的 這樣做出來 那 就分時期 這些 如果去看博物館 經常都有 再好 那些 也不是很敢說 第三個旗就是 Livanlos II 25萬年 就是這個樣子 修飾多一點 薄一點 不要那麼大塊 除了石頭之外 都是木器 這塊東西 42萬年 就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木的 Sphere Carbon-14 但是 是不是真的矛 我不敢說 在30萬年 又挖到一堆矛 Fossilization 就是它每一個 每一個Cell 都被一些 那些素材 最多的就是 砂糖 直 就是 沙灘的那些 沙都是直 另外就是鋼 就是鋼收塊 那些 製造 Cell by cell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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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 就是 Mostelian tooth 有一個漂亮很多 尖很多 到 Cromion 越來越漂亮 到 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不僅是一個實用 還要漂亮 這些 下半 全世界 現在找到最古老的船 三米牆 那 同時 又發現了一件事 這個一萬年很重要 因爲是新石器時代 亦都因爲農業 農業的出現 那 開頭就在 Mexopotamia 那 大概需要五千年 就差不多 全世界都有 真正的農業 那農業的重要性 第一 是Sedentary 不要四處走 好了 坐在這裏 第二 食物是豐富一些 安全一些 於是人們有時間 有時間 就想事了 做些東西更漂亮 又想想 生命的意義 宗教的出現 玩些音樂 做些公仔玩一下 又是Madison 文字等等 好了 太空了 那 接著 看來 Stone H 就是Metal H Metal H 全世界 這些H 每一個地方都有差異 不過這個是Generalized 先有Copper H 跟著有Bronze 跟著有Iron 為什麽呢 因爲我們 的能力 做這件事 青銅要一千度 就可以溶掉 所以容易一些 但是要到黃銅要1038度 有熱很多 到鐵器要1500度 所以 下面說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largely the history of how we manage to harness Earth's natural resources Copper是黃銅 Bronze 青銅 是 對 對 對 拌亂了 拌亂了 Copper是黃銅 黃銅 還是青銅 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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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銅是鴉來的嗎 青銅是鴉來的 Bronze 是鴉來 黃銅是鴉來的 是 鴉來是複雜很多 OK 接著 Metal Age Steam Age Steam Age Steel Age Oil Age Atomic Age Silicon Age Ai Age Whatever Age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很快看看 China Neolithic 我們是新石器時代 我們是聰明的人很多 同樣是新石器 分開很多個 河武道 養肖文化 洪山文化 梁珠文化 龍山文化 那位置 那個圖有了 河武道文化就是這些 那麼 養肖文化主要是彩圖 很漂亮 人家在那裡一塊石頭 我們已經搞到那麼多 洪山文化 我們是玉 我們是玉 有龍的第一次出現 那個龍叫做 肉豬龍 因為 豬在中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把豬加上一條蛇 變成了肉豬龍 那慢慢的才演化 現在我們那些中國龍 那麽 那一隻豬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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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豬 那整隻豬來的 那是 師形龍 那麁珠文化 那就是黑圖 黑圖 有很多宗教的形象出現 這些慢慢看 到龍山文化就變黑了 這些很尤其分別 接下來我們的歷史就是 三王五帝和夏現在沒有人承認 國際不承認 因為有文字沒有實證 現在拼命去掘 希望可以掘到一些東西出來 接著由雙朝開始才有 中國的Bron Sage 我們是1600年 我們一做就漂亮到飛氣 這個是K形 這個東西那個年份是完全不對的 一般的銅器 它是2500至1000 那怎樣來呢 不知道 最近有三星堆文化的展覽 那裏講得很清楚 現在不講了 接下來我們的野鐵都很厲害 這個月王歐淺劍 現在都可以刺死人的 是R來的 導了R來 INH 我們講西夏 上一次講了 有一個叫co-forging 冷斷劍 就是現在還來的 好了 有空 有空 除了用工具之外 就開始搞這些東西 art object 那個 definition 就是non-essential 沒有它可以嗎 可以的不死 但是有了它豐富很多 就是不會精神病 第一最古老的五十萬年 五十萬年 這個是更早的 是Homo erectus的時候 已經有的 就是在一個cell那裏發現這些紋 這些紋 跟著又有這些 手鏈 耳環 跟著在Aucca 七萬五千年 有這些 有光雅 就有 再靚一點 那時候是很誇張 女性空暴的 因為fertility 非常之重要 要生育 這個是三萬年 有最古老 全世界最古老的fruit 都在Germany那裏 在那裏 那裏發生 有這些 四萬年 這個是出名的 叫lion man 或者叫lion lady 不知道是不是 跟religion有關 亦都可以是一個公仔 亦都是一個公仔 就是叫the oldest known zoomorphic 就是animal shaped sculpture Soonorphic 三萬五就是這些 二萬六 那這個就是 全世界最古老的人的臉 叫lady of mabrasimpo 就是oldest representation of a human face 挺漂亮的 到二萬年了 再近一點 Sphinx olmec terracotta 這些很近的 2009 很近 Easter Island 更近 這個 現在我們 朱銘 和henry moore 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不敢說 到其中 畫 畫有三種 一是畫的 一是作的 一是擺的 一是擺的 擺那些 拉斯卡 這些是所有銀畫的位置 歐洲很多 非洲也很多 這些 好看的 這些 跳過就算了 你不怕悶就行 可以下次再說 這裏我都會看 我覺得慢慢的 好看 這個要看 好了 香港銀畫 有 擺在這裏 擺在這裏 這個擺的 就是 NASCAR 你這麼清楚 當然不是我拍的 Architectural Relics 這個 阿貝先生說的 是很對的 People come and go Buildings remain 那 那 就是 Buildings有很多 那麼多種 這些都說不完 那麼多 開頭是住 住窗 跟著住帳幕 住屋仔 住village town town city 這些什麼 tampo 這個很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tampo 就剛剛是9500個BC 那就是這些 這些跳了過去 因為想說 跟著是文字 那文字就是 最早的文字 這個有得爭的 中國 claim 6000個BC 我們已經有文字了 不是 這個叫 賈湖契克符號 就是 在一個龜殼那裏發現了這四個東西 你說 是不是文字 是 那你接受就是 這個是 早過Oracle 甲骨文很多很多 甲骨文是1500個BC 它是6000個BC OK 那跟著 4000個BC 就有這些這樣的東西 Mesopotamia 那裏開始有了 跟著是Egyptian 跟著是Cuniform 跟著是Indust Valley 那裏是印度那裏說過 即是現在沒有人名的 沒有人名這些什麼東西 跟著是1500Oracle 跟著是Alphabet 跟著是Egyptian 跟著是Egyptian 加上Italy 那些人 上一次有說 跟著是Meso America 跟著是Meso America 跟著是結醒魚 這個走回頭 跟著是 有文字要寫在哪裏呢 石頭 這兩塊東西 記得是什麼 不是 左邊那塊是 那些 Sumerian的帝王表 右邊那塊是 紀錄洪水 即是Mesopotamia 那些大洪水 那塊東西 上次講的時候 就講過這兩塊東西 跟著就是Egyptian 就是Papyrus 紫 我們用骨 用肩甲骨 就是牛的骨 龜的殼 竹简 這個羊皮 Copper sheet 造紙 那我說是菜輪 但是 跟著下來 就重要 就是活字印刷 那我說是菜輪 但是那些人不接受 因為沒有證據 那直到 我們上一次講 西夏 西夏 即是找到這些字粒 那證明是真的有的 那就是 那就是早過德國佬 四百年 德國佬那些是Metal的 我們那些是Wood OK 那現在 就是這個 跳得真是很超勁 紙都不用一張 那 那你這盡 你又有空 就開始去想一下 就是探索一下我們的生命 那 那 靈性 就是 有幾個條件才叫宗教 有 有 宗教 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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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人負責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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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 之類的 牧師 之類的 也有 也有 有一定的傳統才叫做宗教 最早的宗教只有四千年 之前是甚麼呢 就是信奉大自然的 大自然 未算是宗教 有這些東西 有文字又有語言又有宗教又有建築 於是有不同的文化出現 文化在一起在很長時間就變成文明了 於是有文明 文明的定義就是 一定有城市 一定有食物 一定有文化建築 金字塔也好 萬里長城也好 接著有社會主義 接著一定要有文字 有文字才有歷史 其餘的教育、音樂之類 這些是社會主義 這些比較有趣 有沒有種族 種族是中文譯的種族 我覺得譯得非常之好 因為種族裡面其實有兩個 component 一個 component是biological 一個 component是cultural biological 是我們沒有選擇的 生成是inherit的 cultural 是不是我們有選擇的 我們自己 acquire的 OK 那麼就 有沒有兩樣都有 有 biological 那個種一定有 但是我們是死剩種 N那麼多種 24種變為一種 所以有的 但是單一一種 換句話說 沒有一個 subspecies of homo 而十親的東西 就是說是沒有這麼發達的 是inferior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的差異是什麼呢 就是兩樣的 一個叫physical difference 就是外觀 頭髮、皮膚、眼睛的顏色、高低、肥瘦 那些是physical的 另外一個是cultural cultural 即是什麼呢 我講的話 我的習慣、我的習俗、我的宗教 我的家鄉、我的家族 這些兩樣東西 你說那個physical difference 為什麼不是difference 因為這個physical difference 其實人是一種 但是我們住的環境不同 尤其是氣候 氣候是影響我們 變了外形不同 第一 肥腦在凍的地方有好處 因為會發生更多熱 是吧 第二 皮膚淺色 就是在北面是有好處的 因為可以吸收多些陽光 有Vitamin D 在熱的地方 就比較黑的有好處 因為不要曬到那麼緊要 影響那些有皮膚癌 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個是有些問題的 北歐的人就比較白淨 但是呢 很壞不壞呢 歐洲 尤其是英國人 很喜歡移民的 就移軌到澳洲和紐西蘭 就拿來壞了 於是皮膚癌特別多 這個我們自己做成 不關人家的事 那就是 這個就說了 這個皮膚顏色和太陽的intensity 的關係一眼就看了 OK 就是越紅的地方越曬 越曬的地方的人越黑 為什麼會這麼黑 因為人裏面 我們有一種叫做Mandalin 那些黑色素 就會調整 黑色素有兩種 我們所有的膚色 都是這些東西混出來的 A和B 一個E字頭 一個P字頭 European就是這樣的 白一點 Chinese是黑色多一點的 African就是黑色多到不得了 這樣就混了出來 就是調色盤的 那就調到我們這樣的顏色 那麼 那麼 會不會 這個是Evolution的過程 就是 夠不夠時間做呢 人類夠不夠時間做呢 一定夠 為什麼呢 大自然一種東西叫做 Ciclet 磁雕這種魚 它是用了14,500年 由一條魚的一種 變成500種 一萬年而已 那麼我們人類有多少年呢 就是要人科動物 40萬年 大把時間做的 那麼也都呢 我們在人工化方面 有了證據 狗呢 是由一萬 五千至二萬年 由這個叫Grey Wolf 變成現在的狗 正式有紀錄的狗 已經有五百種了 還有很多雜種狗 那些不要計 那就是已經變了 那麼多種狗 金魚又更離譜 一條卡 一條卡變了現在多少種 我都不知道多少 那麼多種 不斷溝溝溝溝溝 所以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就是變成現在我們的外形 那還有一個證據呢 就是呢 在13年前 就是 這個聯合國做了一個計劃 叫做Human Genome 就是在全世界去抽樣 調查 就是排這個叫做 人類基因圖譜 做了出來 那麼 就 背信兩種氈的 一個就是 女人那個 就叫做 Metocodule Gen 這個 這個 就是 只可以女人傳女人的 那麼我們一路 trace back 就發現是一萬年前 全部都是在非洲 來的 是一個女人 那個人叫Metocodule Eve 那麼男人又做了 就是用另一種 Y-Cromosom的Gene 那麼 又trace trace trace 又找到 Omolipha 就是我剛才拍過 站在那裏 那裏 那裏出現的 就是一個 那就是證明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 同一個圓的 就是一個Luca 是吧 就是不要說那麼多 那麼 Cultural difference 有很多好處的 就是Kinship 就是互相幫助 就是親戚關係 濃厚 那些事情 但是也都有不好處的 就是太緊張這些 Cultural difference 就搞出事的 那麼其中 其中一種就是Cast system 總聖 印度 全部都是一樣人 你為什麼要做一些 總聖出來 這是一個Cultural的事情 特別是 就是欺負某種階級 永遠無得抬頭 那麼我們中國 近期都發生過 在民國初年 有一個叫 討客大蟹鬥 就是討著 就是廣東本地人 和客家佬打過的 就是因為大家說的話不同 吃的東西不是一樣 而且欠這個資源 死了二百萬人 那麼我們下一期講 就是講這個 這個什麼 土流 那時候就會講 就會講這些 這些東西 那就是Cultural difference 可以害人的 所以 所有 說人類不是 只有一種的 而產生的 包括Slavery Racial Cleansing 或者Genos 全部都不對 但是 全部都發生 最早由 鴻印大安人 Tasmania 一個都沒有剩 阿美尼亞 基督徒 死了百多萬 被土耳其佬租 Namibia 給德國佬 Kongo Kongo 給Belgium 給你 Nazis 就租了 Iraq Iraq 就跟Kurt Slavery Croatia 又是 Laurentat Angola Miyama 現在還發生 最近的 巴勒斯坦人 就是 離鬼曬 有多對 根據 BioLogical Remain DNA Analysis 以及 In Perfect Design 如果人 是一個 Perfect Design 就是神創造的 就不會有 那麼多問題 那些問題 包括什麼呢 我們的Berth Canel 是很窄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站在那裡 就是要 Bipetal 站在那裡 那個 那個洞就窄了 換句話說 那個 寶寶 那個 頭越來越大 如果 如果 不早產 它會生不出 所以 所以 人 是未成長 就生出來 所以 那個 寶寶 是很長的 站在動物生出來 差不多 馬仔 一起來就走 我們 有這個問題 而因為這樣 Miscarriage rate 很高 1.5個 Miscarriage 即是15% 15%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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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為什麼 我們有盲腸呢 盲腸是沒有鬼用的 我們也不懂 如果我們是一個 設計好的 我們設計盲腸來做什麼 或者 現在還未知 或者現在還未知 我們有Hernie 這個東西 小腸氣 就是 穿了個洞 還有我們有Wisdom teeth 為什麼有Wisdom teeth呢 因為我腦越來越大 我要比腦大 頭要大 那這裏就要縮了 一縮的時候 就不夠位了 不夠位 那兩隻牙齒出不了 四隻牙齒出不了 所以這些東西是一個疑問來的 但是是否真正我不知道 還有 我們剛才說這麼多東西 都是based on 6千個individual的fosal 數上不夠一個四十尺位 但是 你用6千個fosal 解釋 七百萬年的演化 如果人只有四十萬年 更短 是否準確呢 真的不知道 那這個字是as is now 那這個字是as is now as is now 這樣 不知道的 尤其是現在呢 整天都掘到新東西 這個掘到一些石頭 又比所有 什麼 舊石器時代 那這個腳印也是 這個腳印就是 五百幾萬年已經有 在Crete那裏 五百幾萬年 是呀 那時候歐洲人都未到的 就是 是呀 即是未到的 那為什麼呢 又不知道 那這些 這些是剛剛發生的 這些 這個 在澎湖 又說掘到一塊東西 又說是 是呀 十九萬年 那按照計 還未到的 就是由台灣出發 去Polylicia 那時候都未到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又是在以色列 又說是掘到一個 又說是新種 Nexarenlahomo Anyway 就是 澳洲 澳洲 五千年才到的 那些人 是吧 但是澳洲現在又掘到很多東西 有骨頭 也都有很多 sight 是呀 before 五千年 或者他猜這些東西 不是那麽 accurate 可能 可能 那就是很多這些東西 一掘到多樣東西 那又有挑戰 好了 那有一點 conclusion 就是 剛才講的東西 是as is now 但是一個肯定的 所有這些 所謂的人 是nonlinear的 就是不是一個生一個 一個生一個 是一個分 spiritu divergence 那有二十三個 現在只剩下一個 即是死靜組 那 但是呢 亦都複雜性 因為有 cross breeding 所以 很多東西 還是暗清不俗 暗清不俗 那這些是 現在 那看回一下 就是 size都不同 那 那 到 evolution 那 那個 biological evolution 就是 用什麽來做的 就是 用瘡 就是 用染色體 但是 cultural evolution 就不是 是靠一些media 是我們製造出來的 那樣東西 這個叫做 Steven Hawkins 就說 我們不是靠瘡 我們是靠一件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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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人和人 講話 書寫 那個 Behavior 什麼 gesture Ritual 就是這樣的方式 去傳遞 那這個有危險 為什麼呢 如果是biological 有一個機制 就是 有selection 這些是沒有selection 不論的 我們是 based on 我們是 based on moral standard 傳的東西 是 based on moral standard but whose standard 你的 standard 和我的 standard 可能很不同 Case in point 現在歐美 流行LGBTQ 我的 standard 就是no no 但你的 standard 可能是yes 所以將來這個世界是很立亂 因為沒有了一個機制 是供應的去控制 而那個evolution 亦都是雙線的 一個是gene evolution 一個是cultural evolution 還有一些問題就是 現在呢 我們的science 很延長 很厲害 尤其是延長了 應該這些人 物件天擇要死的 有錢可以調命 那這些是anti evolution 就是天擇 都不擇了 那究竟是對 還是不對呢 還有我們叫暴雨淚 我們都不餵奶 人工奶 有很多問題 媽媽的奶 裡面有很多anti antigen 那你還是不是叫我們 叫做暴雨淚呢 還有暴雨淚應該就是 自己生的 natural birth 現在不是 摘一吉日開刀 簡都熬到農年才生 很多這些事情 很麻煩 那最準確是genetic engineering genetic engineering 是不是一個新的evolution 那這件事呢 牽涉到 有一件事叫做優生學 優生學是很危險的東西的 我們已經有目共睹了 即是納粹 怎樣 租賊一些些猶太人 這樣 好 少少說來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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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Victoria時代 即是歐洲 都是很信教的 基督教的 那你弄一本這樣的東西出來 於是很不行 於是很多漫畫 包括將達爾文畫成這樣 鬼樣 也有一個很出名的debate Oxford evolution debate 這是我咬到七彩的 就是這個bishop 和黑衰黎 黑衰黎 我們天然論講的那個黑衰黎 那時候當然不接受 但是慢慢慢慢都要接受 那他根據什麼接受呢 就是 第一 他覺得 宗教 就是 信一個神 但是 沒有人可以證明有神 因為沒有神 所以 他不怕你挑戰他 第二 這個科學 就是知道生命的複雜性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的 origin 那 origin 那 origin 當然是拜國 還是拜創造 就是我咬到永遠沒有答案的 永遠沒有答案 所以不要緊的 那第三 要面對現實了 你要將這個聖誠性 傳播全世界 那你要 滿足這些科學的人 那些人 如果你不接受 有進化論 這樣的東西 就很難的 還有呢 有些科學者 也都是Christian 也都是相信進化論的 所以你不可以排擠這幫人出去 那 於是乎呢 就 也都因為呢 這一個明星 就是 大陸 就是 避免的 導致 是 地球的歷史 很長久 就是 五億年 五億年 但是 如果你根據 拜博去計算地球的歷史 由 創造地球 開始 只有四千年 那這樣就不適合了 那證明了 拜博其實是 人寫的 人會錯的 所以裏面說的東西未必是七天,然後這樣做 是可以接受新的施永 於是法國第一個說2014年 就說其實沒有問題的,可以接受是不不合理的 他說一些東西可以慢慢再看 Church of England,即是Anglican那邊也是同意的 在Darwin200個birthday那一天 就做了一個public apology to Darwin 即是接受了有這個evolution 接下來就是United Methodist,Persibitarian 那些全部都OK的 於是有一種東西的出現叫Fiestic Evolution 即是宗教的進化論和宗教的creatism 平衡在這裏做的 他們說什麼呢? 宗教方面說神造了這個世界 而這個evolution是Under Direction of God 是繼續製造這東西 即是那個叫做Creatio Continuous 即是一個繼續來的 他一直做,做到現在就繼續做 一直演化 不過美國人就研究 尤其是Bible Bell那些,即是南邊 很多都是不准教的 不准教evolution的 那又有這樣的東西 他們現在不肯打針 都是Party Party是因爲這些信心 Future Human Future Human 記得一點? 很快就講完 Future Human 就要提一下這個人 這個Nanmark Nanmark就是一個法國人來的 他在維多利亞時期 和Darwin同一個時代 他也有他的進化理論 他就說 進化是acquire的 即是 舉個例,長頸鹿 為什麼會長頸呢? 就因為他想吃樹頂的葉 於是這一代就長一點 那一代又再長一點 一路伸伸伸伸伸伸 伸伸伸伸伸 Darwin就不是了 Darwin說 因為肌肉的突變 所以有些長頸鹿的頸 是比其他的長的 所以他有好處 他可以吃多一點葉 所以他健康一點 所以他的下一代 就保留了肌肉的角色 於是就一直上了 這個就是他的理論 但他也提出了一件事 叫做用盡廢退說 就是用盡廢退說 就是如果你在生存的時候 你用得多 那樣東西就會進步 如果你不用就會退化 這個也對的 如果你不用 那些肌肉都會收縮的 尤其是那些動物 蛇本來有腳的 現在退化了 為什麼? 因為他發覺他現在的動作 在地上的動作 在這樣走就比用腳 而那些山洞的漆 是盲的 為什麼? 因為不需要看黑漆漆 而要保持一雙眼 要用很多的能力 省下了25%的能力 不用攪眼 賺食方便 由此類推 根據這個用盡廢退說 我們會高一點 現在已經證明了 我們高了10cm 為什麼呢? 因為很難吃的東西 營養等等都好了 第二樣東西 我們眼睛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靠眼睛賺食 現在我都要靠一隻眼睛 越整越大 因為我們的鏡頭時間很久 我一個星期至少三個小時 這麼少? 這麼少? 一天 一天 第三 手指越來越長 因為我們按機 按得很厲害 第四 small mouth, less teeth small a gut 即我們不用說那麼多 對著機 應該很好 吃的東西多一點 不用照 以前那些人 我們看以前那些 口很大的 牙很多 很粗壯 現在不用 什麼叫做 process food 接著 再 越來越少頭髮 因為沒有什麼鬼用 還加上我們有時候 那些水 就是軟水 硬水 那些東西 那麼 small brain 因為我們不鬼用 small brain 一個iPhone 已經跟他們做了很多東西 不用記電話 不用計數 什麼都做了 所以是iPhone 已經是我們的 secondary brain 那就是肌肉 肌肉 也不用力的 實死了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 還有一個好處 是 definitely 現在在 過去65年內 我們是長命了20歲 那應該是 很快就是101歲 就有可能是150歲 那有一個東西叫 A-mortal 現在我們是A-mortal 差不多是mortal 那些病 大部分都有得醫的 那就是 有得更換 有得更換 那我都更換了一些 就是眼磨 那我們盲腸沒有短度 盲腸沒有短度 不知道 這個theory應該沒有盲腸 那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 好明是 現在很多人的頸部有問題 這個馬上見功了 那將來什麼樣子呢 大眼 古靈精 這些是誇張的 那 Flex Flex 十大Flex 第一個 population explosion 1800年 我們只有10億人 到2050年 是10倍 現在我們是多少 我們80億 我們80億 那你看一下 最高得最厲害的是什麼人 亞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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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口爆炸原因 以前說的東西都不靈 就是這個 Morphous theory 其實可能要修改 Morphous 有疾病 死得 現在疾病都幾厲害 還有戰爭 現在都有戰爭 但是人 人力現在很重要 人的reproductive period 很長 有些人80歲都還做爸爸 人類是很長的 我們呢 全年任何時間都可以 但是很多動物是不行的 還有什麼 Sexual intercourse 很多動物是很痛苦的 你看這隻西牛 老虎邊是有牙的 為什麼呢 它是限制你不要生那麼多 因為要平衡 你的食物和你的 食物鏈和你的數字 要成正比 但是人就不同 人 這個intercourse 叫什麼 叫love making love making love making 即是很過癮 所以很鼓勵人 去生多 這個 Morphos theory of population 有些靈有些不靈 還有advanced medical science 才有說 很多病都有得醫 那怎樣呢 impact 即是供求的問題 我們到了1971年的時候 供求都ok的 到1971年之後 供求就不成比例 就是紅色那個是缺少了 那麽就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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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吃得東西多 越浪費東西多 的地方是越發達的地方 所以美國 北歐 好厲害 澳洲 那麽我們香港呢 就沒有生產的 只有 Consume 所以香港是 一條藍色 淺藍色 就沒有深藍色的 那麽跟著下來呢 水都是 水資源呢 好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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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全球暖化 那麽就怎樣呢 那麽呢 那麽就要吃些 吃些假的東西 GMO 那假的東西 也都是有 不知道有沒有好處 不知道 要喝廁所水 新加坡先走 尿都喝了 是的 那麽就要吃一些 噁心的水果 即不是超級市場的 那些 那麽都要選過 那麽就是 就是 吃些簡單一點的東西 那麽我們自己的需要好 其實我們呢 是 同時間呢 是進行了第六次的Mars Extinction 全世界 以前那五次都是大自然的 第六次是我們造成的 那麽我們跟動物爭環境 爭資源 那麽這些不要理 那麽我們 為什麽這麽牙策 因為我們經常 一個錯概念 人在那個Pyramid的頂 其實no way 我們在一個Circle的裏面 應該是共享的 那麽第二個 Fertility Issue 這個是一個大忌 大惡 那麽就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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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洲 歐洲 澳大利亞 紐西蘭 跌了52.4 那那個TFR Total Fertility Rate 應該都要保持2.1 才可以保持1.9 現在就跌到很低 跌到很低 香港一 香港不知幾 應該低過 低過0.9 雖然知道不行了 那麽怎麽解會呢 可能跟食物 那些食物有關係 還有我們又吸煙又喝酒 又有壓力大 又癡肥 那麽 第三個就是 Asteroid 即是遲早會發生 看是多嚴重 其實每天都有Asteroid 又拋下來 不過幸好是很小顆 那什麽時候會大顆呢 Nobody knows 那麽 再另外一個 Super Volcano 全世界Super Volcano 就是紅色那些點 隨時一個都會爆發 那麽剛才我們都看到一個 那個叫Tiber 那麽現在最有機會發生的就是 Yellowstone Yellowstone 如果一爆炸 三分之一的美國會玩完 那麽跟著呢 就到瘟疫了 那麽以前以為搞定 現在 好 不是很搞定 尤其是現在travel太容易 那麽 那麽見到 數得出的 就是沙士 Ebola 禽流感 HTN9 HIV AID COVID 全部都死人的 那Spanish Flu 就死了一億人 那那個COVID COVID As of January 2021 死了二百萬人 二百萬 就是政府報的那些 那麽 這個就是事實 就是熱到死 現在都 那些兵會融 融會怎樣 會水浸的 那這個就是紐約 紐約 將來就會這樣的鬼樣 那 那為什麽會是Global Warming 就是 Pollution Emission of CO2 之餘 之餘之餘 那全部都過世 那這個呢 順便一提 就是說 現在說要全世界都要減碳 但是呢 就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現在 大氣中的碳 大部份都是發展國家 以前弄下來的 如果是比較 美國人的碳 放的碳是一二五零噸 平均是九五零噸 是G7 中國人的全部都低於二百一十噸 一百六十噸 那這些是炭的 怎樣來呢 慢慢看 那就是要 要Action 硬之要減碳 要吃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那好壞不壞 我們那個Paris Climate Agreement 原本簽了 就被這個 給這個 LeoAnthefo的後裔 搞壞了 搞壞了 那這個1.5C的減碳 很難 很難 那其實2023年 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2023年 最熱 Average Service Temperature 是多少度 這個氣候異常 那另外一個很可能的 就是自己自殺 就是這個研究會發生的 Nuclear Biological Chemical 那這個Covid Covid都不知道是否 Biological 那這個 這個大一點 這個不受我們控制 Continental Drift 板塊運動 遲早發生的 很慢 但是一定發生的事 一定發生的事 我們已經試過很多次 就是 又聚又散 又聚又散 那現在我們是聚 present 那跟著會散 跟著又會聚 那一聚一散 就有很多 Play Tectonic的 Event 就是Earth earthquake Tsunami Volcanic Eruption 總之 就是死人 那 就說 2.51年 就是氣候滅絕 然後 好笑 很久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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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系 就是 太陽系 那個壽命已經去了一半 去了一半 去了一半 那 慢慢 太陽裡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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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 膨脹的 膨脹 這個白禮星 會熱到不得了 所以我們不是很多時間去走人的 那 這個 Steven Hawkins 說 如果 我們 continue to go as a species 一定要走投 不過 這個 我們不用擔心 已經一早作估 好了 最後 就 如果 如果 地球 如果 地球 的 歷史 濃縮為 二十四個小時 我們的存在少於一分鐘 所以 We are nothing We are nothing 現在 現在 我們現存 地球的生物 是佔世界 以前 所有生物 存在過的生物 是0.1% 換句話說 99.9% 都沒有了 死定 我們的生物 有多大 所以 所以 要珍惜 今天 珍惜 今天 是這麼多 謝謝